风水也很重要 我们问一下陈贵阎老师 什么样的风水摆设 可以让我们尽财无碍 家里面的摆设 绝对可以带给我们 人生里面的财富的进来 所以我今天有介绍 可以让我们尽财无碍的风水摆设 第一个是什么 在窄屋的玄关的位置 要摆什么 脚踏垫 要脚踏垫 第一个 连什么 脚踏垫在这里 不是只有白奖刀券就会赚 你一定要连的五帝连钱七星镇 就是说如果你买不到五帝钱 用现代的钱 用五十块的都可以 如果你可以拿到五十块 那有金银的 那就比较有能量 两个颜色的 那连成这样子 这个样子叫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镇 所以七东镇你看它是一个勺子 这个勺子在门口里面 在风水学里面 它叫做这个叫做连钱土 就一个连钱 把钱连进来拉进来 如果在我们大门门口的时候 你摆了这个脚踏垫 每天进出这个家的时候 这个气就把钱拉进来 每天在拔盒把钱拔进来 你像这个 在这个家里每天进出 全家人都会从大门进出 自然而然就可以带给我很旺的一个财气 那这个脚踏垫最好就像 我今天举例用这个 有点带黄色或是红色 因为黄色五行为土 这个财比较旺 那火的话就是名誉比较高 名誉红色的时候名誉比较高 那个黄色也红色才是最好的颜色 所以这样子你摆了家里面的玄关之后 这个钱财就会让你陆陆续续往里面走 所以进财就无碍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很容易就找到的东西 第二个我们介绍叫 窄屋的东北方 再就是我们叫的叫五鬼方 摆有什么竹炭 竹子做出来的木炭 所以说很炭 很炭 很厚炭 所以很炭 所以说竹子 我们这种名誉就知道竹子本来就是步步高升 那竹子步步高升了 竹子它本身有烧过之后 它就变成炭的时候摆在家里面 在东北方 东北方就是五鬼财 所以你摆在那边了 就是你五鬼财就能够很步步高升 就代表你赚了偏财运 所以这叫做比较容易带给偏财运进来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脚踏店 这是一种正财的比较多 那我们介绍这个叫做偏财的比较多 所以你要摆东北方五鬼财的时候 你把竹炭转到这个地方 就是人生里面 你住在这里面的人 全家人都能够得到这一股能量 那这一股能量就是 代表全家人出外 很好财 自然也能够守住 所以说竹子的竹炭 那你也可以求起我们事业的最高名义 事业高的时候薪水就会高 所以中竹炭 但是因为竹炭比较不好买 所以一定要稍微找一下 因为大部分都是用相思木的 这个木炭比较多 那是除费用 那不是能够所起伏求财的 老师有分别 有 相思木的木炭 它是一个除费用 最好用的就是相思木的 那竹子的它也可以除费 又可以祈求是步步高升 竹子本身 竹子本身 这关它有结嘛 竹解 竹解叫步步高升 老师那还有什么材质做的炭 炭有些盐子炭就没有用 现在我们烤肉有些盐子炭 那些化学的东西就没有用 那有其他木头做的炭也可以 就是说 也有它最贵的木炭 是他们用章木 章木做的 用章木条做出来 它还没有这样很大 有的是很大之后 它剥湿的烧出来 那个炭 章木炭最贵 那章木炭的时候除味力最强 如果家里面不一直不干净的 就可以用章木炭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要求采的 用它就没有用 是 因为求采 所有求采当中 就是我所过做过 跟教我们的朋友里面 去摆设出来的 最能应验的就是竹炭 是带来财气最旺 所以你竹子的这种竹炭当中 它的除味还可以说什么 开启智慧 所以为什么竹炭它能够帮助 我们开启智慧 它步步高升之后 就是因为你都会多练书 步步高升就代表学识 练书就会练得比较好 智慧开启之后 又你在判断 就准确就比较高 那准确就比较高 准确率高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想要让你赚钱无碍 自然而然就顺其自然的 能够这一家人 都能够很顺利的达到 能够出外就可以赚钱回家 而且在这里面之后 赚钱回家之后 它的竹子的步步高升 也代表能够守财 你看我们自古以来 我们竹子可以做很多东西 以前做鬼朗 基隆 你盖的时候都是竹片 所以它竹子本来就是 守财的东西 所以你步步高升 又可以守财 开启智慧 所以它是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拿出来给 介绍给各位 相信我们的 命号碗的所有的朋友 观众朋友 只要你懂得 去运用它的时候 相信都在很短时间 把你的运势从低出 往上提升 另外小孟老师 这么多开运的方法 你教大家几个 是我们小资族 也可以来求财 可以DIY的好不好 老师今天教的就是 最简单的方式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 而且很少听到 就是用护唇膏开运法 护唇膏开运法 没错 第一个你要准备一个红包带 然后再来是一条红绳 绳子可以不用那么长 可以剪的短短的 再来就是要准备一个护唇膏 然后你就把红色的绳子 放进去红包带里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护唇膏 放进去 然后再准备888块 888 对 就是像有些人他拿不出钱 有些人他拿500块的 拿600块的都不要 像老师这种大方的 我们就要放888块 放在里面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放在那个门 打开45度角的地方 就是我们柴位的位置 然后当你每天要出门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这个 这个护唇膏 就是拿起来 对 然后就是这样子 擦一下 这样擦一下 然后勉一勉 对 勉一勉 对 然后就会吸收到大量的柴气 在我们的这个嘴唇里面 所以 顿哥你要不要擦一下 对 对 这是 对 而且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出去的时候 讲话有没有 如果你从事的是 有业绩的 业务的 老板 企业主 你会发觉 对 就是你跟他在谈生意 很有效果 那很多人都说 那如果擦完的话 这混准该怎么办 对 就是说你就可以把它丢掉 然后把那个888块 再存到这个存折里面去 对 当钱母 是 然后你可以再做新的 就将周而复始这样做 小默老师提供这个是给小资族 就可以立刻上手 DIY的求财方法 当然除了求财 想求事业跟买房子 也可以拜拜 我们这边问一下林志作 你也求过神明 是 让你顺利买到好房 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 那全球金融风暴 那我那时候我原本在电视台里面 当监制都好好的 一夕之间也风云变色 就被资钱 那我们后面就出来 一定要自己开公司 那我那时候办公室租在内湖 一个月大概两万五 不好经营 但慢慢有起色的时候 屋主跟我讲说 不好意思 我的办公室已经卖掉了 所以以后没办法租给我了 对 然后我听到也是晴天霹雳 一时你都会不知所措 这真的很烦人 没错 那时候我就想到 淡水那边有一间最小的大庙 因为他们拜玉皇大帝 玉皇大天尊 我就想说 那我赶快去请教一下 是 那么住持是一位90岁的阿嬷 侯妈 我们就听她乙妈 侯妈这样子 她就跟我转达说 上天主有安排 我回办公大楼的时候 本来我都没在看公告 这时我看到大楼有贴一个公告 他要码租 要码寿 这一次贴了一个寿 办公室 然后格局评宿 跟我原本租的一模一样 底下屋主电话 我马上打过去 屋主说 原来你就是买出去 那个屋主 他说我知道 你那间买到白 他也知道价格 那我们就相约说 不然我们要见面聊 那么卖房子的 一定想要卖高 买房子要买低 隔天我赶快又到 这个玉皇大天尊那边去拜拜 又去找这90几岁的阿嬷 对 找90几岁的阿嬷 这时候90几岁的阿嬷 转达玉皇大天尊的意思 跟我讲说 你把开多少 680已经卖了 你把开580 还会教你开价钱 哇 这太爽了 我也要去 真的 580 那我想 哇 这样子 但是差距有点大 对啊 几天之后 碰面 我硬着头皮 我就跟他讲 我价格580 他说 差那么多 有点没礼貌 这个书字讲出来 他觉得OK 但是他说 好 讲了一堆 他还讲他什么 买房子的丰功伟业甘苦谈 后面他说这样 我降50万 680变630 问我 我说我只有580 你还死咬580 对 如果这样一口价 600 不然大家做朋友就好 在这个关键的一刻 这个关键 会牵的举手 大家都牵了 我们问林志作 阿嬷跟他讲说 玉皇天真 就要开580 现在是580跟600 对 差20 你 你 签不签 签不签 我跟你讲 大家都很棒 我那时候本来要守住 后面我想说应该没有信 我就说 好 我签 680 600万成交 才过了不到10天 我少了80万 另外一个 就等于说呢 这个办公室我们就六年后了 然后隔壁的那间要卖了 我想说隔壁买起来两间打通 这样空间比较大 是 不过以前600万 现在已经到970了 那这种单位 什么都好就是很硬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人在新北市的石门 我刚好在拜四面佛 然后我就请教第二面的管材的四面佛 我说四面佛祖 那么现在有这个房子 请问这个房子跟我有没有缘 有碑 有缘 那我就直接问 那请问四面佛祖愿不愿意帮我买这一间房子 愿意 好 那接下来就要问说 那要杀多少 然后这一次我就不敢从那个太低 我从900开始拨 没背 123 930 没有 950 三个背了 970的950 对 因为它单位不一样 回去我就填了那个资料 就给它送出去 结果就没有下文了 那那时候快要过年了 那我想应该就没机会了 就在公司大扫除那一天 承办人打给我说恭喜林先生 你们买到了 他说过年在做账的时候 上面只是账目要漂亮一点 所以成交希望再多一间 就刚好补了我那一间 所以呢 970变950 我就硬生生少了20 因为这种单位不太好砍 那么四面佛我们都有听到 你去许愿是不是要还愿 是 是 一定要 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四面佛帮我少了20万 那我就拨了2万的还愿金了 谢谢四面佛帮我找到 这么一间平价的办公室 是 真的说不定 有缘就买得到 是